好 同学们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咱们这个追踪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再次之前呢 我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我们甚至连素材都没有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获得我们的素材呢 我们这时候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直接连到我们的这个手机的画面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拍摄一段 好 我们从这个基本上比较靠上的一个区域 对不对 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拍摄 好 找到我们的视频 点击我们的视频 好 那这时候开始去开拍 好 拍的时候请注意啊 我们直接单击这个红点 那么这时候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好 我们往下走 我们往下走 记住端屏 好 我们保留一份再来一遍 我们多拍几次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拍的时候一定要端稳了 好 那么我们当我们拍好了之后啊 我们把这段视频呢 从我们的这个照片里给它取出来 好 直接回到我们的那个 iPhoto是不是啊 进入我们的Photos 然后呢 我们刚刚拍的照片呢 应该在这个地方直接就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直接的把它往下啊 这边呢全是我的小外孙女 是不是啊 非常的漂亮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直接的把这一段小视频 以及这一段小视频先导入到我们的项目里面去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说 好 把得到的两段小视频呢 择优录取啊 把它先放到我们的桌面上 稍后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资料窗口里面去啊 先载到我们的这个桌面上来 好 那么在桌面上呢 马上就会有这两段小的视频 好 那么完了之后呢 我们说 算了吧 我们直接的把它载到这个里面做好 对不对 好 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之后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直接的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制作了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呢 开始去导入我们的素材 你看这个素材是不是就来了呀 好 那么这时候直接回到我们的A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直接的在这地方双击啊 双击啊 那么这时候呢 直接找到我们的桌面上的两段视频 这个呢 非常简单啊 这个非常简单应该说 好 那么打开这两段 我们呢 择优路其一段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我们把声音先关掉啊 先看它的速度感啊 先看一下它的速度感 我们不希望有太多的抖动是吧 肯定的话拍摄的时候是第二段拍摄的时候要好一点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解释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白点 这个地方有一个白点 这个地方有一个白点 那这个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个叫做四点追踪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叫做四点追踪 而那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小的铅笔啊 能看到吧 那么这个小的红的铅笔也是我们一个要追踪的一个对象 马上的话 这个我们用来做单点追踪 所以这节课的话 像这段视频我们既做单点追踪又做四点追踪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应该是如何去进行制作的 好 我们先来做单点追踪 好 把这个拖到我们的项目窗口里面来 因为现在的这个数码设备啊 拍摄的时候是非常方便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说 首先的话 我们把比如说这些画面慢慢的慢慢的 那这时候 这个橡皮出来的时候 这个铅笔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从这个点出来的呀 那么我们开始追踪 追踪怎么办呢 好 首先这一点我们在窗口探探下 找到track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追踪这样的一个面板 有没有追踪面板 跟踪器 好 那么这个跟踪器呢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找到跟踪运动或者stable 或者这个对不对 都行啊 好 我们在这地方跟踪运动啊 这个呢 是一个单点的啊 是一个单点的 那这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呢 先放大一点啊 主体对象 我们把它拿拖过来 拖到我们的那个红色的这个点上来 那啊 这个呢 误差范围基本上要卡定在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误差范围 我们还是把它呢 适当的小一点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去进行追踪了 好 追踪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的呢 在这个地方呢 勾选旋转 缩放 等等 等等 这些几个点呢 都可以选中啊 当然第二个点的话 我不要啊 我们只要一个点 只要一个点 好 那么这时候呢 直接的呢 在这个地方啊 应用一下 所以请注意 你看看 这时候是不是这个点就被追踪到了呀 能看到吧 一直在追踪它 所以这个的话就非常的方便了 对不对 就非常的方便啊 我们来看看 他有没有这个运动的轨迹啊 哎 正在追踪这样的一个轨迹 好 等他追踪完了之后呢 我们说我们来先测试一下啊 这个算是一个测试 对不对 好 离开我们的画面啊 等他离开我们的画面 ok 停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哎 这个追踪点是不是就有了呀 好 我们呢 这时候啊 有了这个追踪点 按一下键盘上的U键 按一下键盘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看 所有运动的轨迹 所有这支笔运动的轨迹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 哎 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小的效果呢 哎 我们在这里面又要去做一个全新的了 双筋 哎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记得下载过一个火焰的素材 我们把这个火焰的素材呢 给它找进来 嗯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火焰的素材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刚刚收集到的啊 一个是火焰 一个是科技感 这两段视频呢 给它呢 导入到我们的那个AE里面来 好 这个呢 我们要用的是一个火焰的素材 对吧 好 我们这时候呢 把这个 哎 我们刚刚追踪点是不是已经有了呀 好 我们把火焰呢 一样的拖到我们的画面中来 一样的拖到我们的画面中来 好 把混合模式改为屏幕啊 把混合模式直接改为屏幕就好了 所以这时候你看啊 它的火焰燃烧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但是这时候我们呢 要把这个火焰呢 跟我们的这个红色的点啊 建立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建立呢 哎 我们先把它回到起始针 这个地方的第一针啊 这个地方是第一针 好 那么大小呢 我们呢 先适当的去进行一个简单的大小的调整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时候直接的呢 把这一个几个属性给到按一下 而一个是P 对不对 一个是P 一个是Shift S 这两个属性呢 其实都要给到怎么样 给到我们的这 我们先给位置吧 我们再按住这个位置上面的这个点呢 按住Alt键 那么这时候呢 把这个点呢 拖给谁呢 拖到这个功能中心上面来 那拖到功能中心上面来 也就是说 让位置跟功能中心这个点啊 产生一个关联 啊 产生一个关联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能看到吧 能不能看到 哎 这个火焰呢 其实这时候就是什么啊 啊 跟着我们的那个比赛走啊 跟着我们的比赛走 但是呢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大小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缩放呢 给它适当的先缩小一点点啊 缩小一点点啊 我们来再缩小一点点 毕竟这个火焰不能太大 好 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中心点的问题啊 把这个中心点呢 放到 放到这个下面来 对不对 来放到下面 尽量燃烧的时候是在上面燃烧的 所以ok 我们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哎 你看看 整个的这个在走动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我们的火焰都是在燃烧的 哎 这个小笔一点问题没有哦 对不对 哎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单点追踪啊 简单的一个单点追踪 好 我们来看看 一直到最后的话 画面的丢 就是画面如果就是出去了 出画面了 这个整个的呢 呃 追踪呢 也就结束了啊 是不是啊 好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说这个案例的话 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按一下 把这个呢 到最后 最后的时候按一下N键 对不对 按一下N键 然后呢 修剪至合成区域 好 这个地方呢 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按一下D针的时候 按一下B键 那一样的是修剪一下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进去预览的话 你看看 能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小火焰呢 是跟着我们的这个小的啊 小的这个这个铅笔呢 去进行运动的 那么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单点追踪的一个小的效果 好 最后呢 我们先把它保存一下 至于渲染呢 我们就暂时先不去渲染了 好 那么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追踪的呢 呃 第一个小的内容呢 我们就先跟大家聊的这个地方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好的知识点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很余对